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3年5月26日 曼联主场取胜轻车熟路 周五凌晨 英超上演独角戏 这是一场补赛 双方分别是主队曼联 以及挑战者车路士 虽然京杖本是豪门之战 但彼此心态可谓截然不同 曼联要为真似抢分 车路士则是无欲无求 并且前者近况更胜一筹 拥有主场优势的他们 是亦当然希望全取三分 确保来借欧贯联资格 目前英超已经进入结局篇 很多排名已经尘埃落定 但曼联仍然要为 最后一个欧贯联资格而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曼联目前踢多一场 领先利物浦三分 可以说主动权还是在自己的手中 而本场比赛只要获得分数 就能提前确保来借的欧贯联资格 球员对此比赛动力十足 曼联上轮联赛克圣班尼茅夫 无疑相当关键 中场汉将卡路士卡斯米路一记测身倒挂成为 全场唯一的入球 为球队收获宝贵的三分 其实这场比赛里应取得更多入球 毕竟他们全场高达20次射门 是对手的整整一倍 可见把握能力还是有待提高 而好消息的是 主力射手马古斯拉舒福特重新回归训练场 上轮对阵班尼茅夫一意没有出现在大名单中 本场比赛很大机会重批战袍 另外 曼联联赛至今主场路的十三胜三合一副的战机 唯一的失利出现在首轮主场不敌百里顿 换言之 球队随后主场一直保持不败 当中最近六轮主场五胜一合 并且全部没有失球 主场防守稳健成为抢分的最大动力 所以他们要好好把握金仗主场的优势 阵容方面 后卫力星度马天尼斯 以及中场马素萨必杀等人均因伤缺症 有数据显示 车路市本赛寂静投资5407亿英镑 官决整个英超 远超第二位的曼联 2.009亿英镑 而且球队工资善益以216亿英镑居首 但巨大的投资并未有为球队带来任何荣誉 反而他们几乎整个赛季 会遭到一系列的处罚 球员未必能够全心全意听从其指挥 上任至今各项赛事带队战机 仅为一圣意和欺负 而乌漏偏逢连夜雨的市 车路市陷入伤兵满盈的泥潭 包括后卫列斯战士等人在内的多位球员 因伤缺席 几乎可以组成一套正选阵容 球队整体真盛心实在让人怀疑 一直备受批评拉迁史达宁 以及卡尔夏威斯等金帐 能否用入球来证明自己 感谢你的收听 紧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有要点赞哦 感谢您的频道